中央氣象級氣象醫包中心主任鄭明典 大家好 我是中央氣象級氣象醫包中心主任鄭明典 口語的話應該就叫做山寨版的聲音 所以今年我們大概就把它稱為山寨版的聲音 那個時候台灣這邊開始就要發展素質天氣一包 所以我們老師在我畢業之後就開始有跟我聯繫 就是說到一段落還是希望我回來一起做 那一開始談也不是那麼急 但是到了我剛講說到那個研究單位去 最後一年 第二年 那他就開始有點急了 就是說台灣這邊要改法規 叫做技術人員人用條例要匯子 他原來是希望我用技術人員人用條例 他可以直接把我拉回來 他們原來是在看綠瓦營的進度 說要準備喔 要準備喔 但是因為綠瓦營有時候收過就過 有時候又會拖很久 但本來想說應該不會過吧 所以沒有說真的說一定確定 但是等到綠瓦營那一段已經確定要過了 要匯子了 他人家打電話給我 實際上是匯子的前一天 他說 載不回來不行了 聽到了馬上買機票 那臨時買了機票 我那時候是用錢額買 經濟商的價格比商務商還貴 錢額買 買了 隔天馬上過來 在薩爾講說很希望我回去 他講得很 就是說其實是很肯定 希望我回去 因為我出國的時候有答應他 台灣如果需要我 只要他一通電話我一定回來 是一個承諾 所以他說再晚一天就來不及了 對我來講已經沒有任何選擇一地 馬上訂機票馬上回來 當然那個時候他還不再能接受 因為在那一邊生活真的是很愉快 然後假日就開車到那邊去 那邊風景有美 然後我上班 然後帶小孩到附近的某些關卡 生活真的是很好 那所以剛回國的時候 比講那個適應期很長 我應該是更早更早 2000年左右 那時候在科技中心我就覺得 網路是個應該可以開發的空間 那時候大概就是 福明小站的時候 那有一些人比較 我們講說比較嚴肅的課題是用 網誌 Blog 臉書這兩個字是 葉框石 那有一次來的時候 他講說 你這樣為什麼不用臉書 那那時候 我剛好是 我們女兒在用臉書 結果一點都沒有注意到臉書 那我就回去問你 他說 臉書是什麼 然後他就講說 臉書可以做什麼可以做什麼 然後我剛開始看到 欸 裡面可以寫網誌 所以一開始是寫網誌 寫這個我倒是 不太有把握 那如果這個能夠直接轉給七央集 我倒是希望 有人幫我盡量 直接轉過去 不過我的直覺就是說 你當一個退休的機長以後 你能寫什麼 我覺得不好 像我離開 離開藝包中間 我就刻意不去管他 我這樣下一個 下一個主任能夠走他自己的路 所以我離開以後 大概不會 不會 讓這樣一陣的人 感覺有壓力 這是我的本性 你想就此風 你一起看 改 油三碗水 喔 往行掌手 是啊 油三碗水啊 退休的時候第一件事要做什麼 你有想過嗎 沒有 還沒想到還是 沒有 你是不是跟老婆討論一下 有啊 我女兒的時候 我應該去什麼 我忘掉她的心愛 應該去 拯救地球 應該去拯救地球 沒有啊 開玩笑的啊 我覺得 我的感覺就是 我這一生怎麼那麼幸運 做到這一條路來 我整個 我的人生氣象其實不是工作 就是我生活有一部分 我覺得真的是很愉快 那不同階段當然周邊的人不一樣 做的事情不一樣 但是整個過程我覺得 我真的是運氣特別好 那 就像我講的 很多事情我心裡想的 我真的沒有 甚至連都還沒有講出來 就感覺旁邊的人就幫我做完了 哈哈 你有你的實力的基礎 這樣才可以把這些運序的機會拿出來 呃 你要去客觀文西 大概是這樣啦 但是 但是 我 必須講說 真的很多地方 我覺得真的很幸運 周邊真的很多人 就是 就是能夠做 我想要做的事情 真相嘗 也很想說 對 就是 你